多元话题 全面观察 时事求是 客观评论 这项制度是否无法取代 政府为什么要颁布这项政策 国际时事千变万化 谁是既得利益者 老百姓到底关心的又是谁 三分天下事 天下事输三分 时事 政治 热点话题 社会 民生 世界格局 每周日晚七点半 敬请关注 NCTV中文台 三分天下事 天下事说三分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三分天下事 我是Andre Andrew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三分天下事里面 也是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 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 在纽西兰以及在国际方面 发生一些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在纽西兰方面 那么在纽西兰方面 首先我们就看到在本周一开始 就是我们的总理 Jacinda Erden 他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 去Nauru 去这个岛 去参加太平洋峰会 那么为什么说应该还是不应该 因为中间涉及了他的这个小宝宝 注射这一个疫苗方面的事情 使到他在周一的时候 没有办法跟大队同行 那么没有办法跟大队同行 那是怎么样呢 那么根据他自己的安排 就是这个纽西兰的皇家空军 这个757的这个飞机 会从这个Nauru 再另外飞回来纽西兰 在星期三的时候 把他再接了他 然后在星期三的这个凌晨的时候 再度去这个Nauru岛 去参加这个峰会 那么当中的媒体就会比较的 关注什么呢 关注的就是 这个额外的花费方面的问题了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 是差不多8万块钱 要额外花费差不多8万块钱 特别的一趟来接这个Jacinda过去 那么Jacinda Erden 他就表示说 他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 也考虑良久了 可是还是认为 这个出席这个峰会 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虽然澳洲的总理并没有出席 可是澳洲归澳洲 纽西兰归纽西兰 Jacinda Erden 认为还是必须要 make a trip 特别到这一个Nauru岛 去出席这个峰会 跟这个太平洋岛的这些领袖们 来会面一下 对于这一个8万块钱 到底该花还是不该花呢 其实我们的财政部长 Gran Robertson 就为他而辩解 说其实这个预算 早就已经包括在内了 所以说并不会造成纳税人 额外的一个花费8万块钱 好 那么这一个方面的争议也没什么了 为什么呢 那么因为Jacinda Erden在那边待了差不多十来小时之后 就已经从在星期四的凌晨 清晨四点钟就已经回来这个纽西兰了 至于这个太平洋岛的这个峰会 到底谈了出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对纽西兰的经济或者民生方面 会不会因为这次的峰会呢 而有所改善呢 安德鲁在这里呢 我是看不到 没关系 好 我们接着下来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 那么说到这一则新闻呢 是说到了我们的这一个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文斯登·比特斯 那么在这之前呢 我们一直听到呢 我们的总理Jacinda Erden就表示说 他说呢 希望在他这个第一任期的时候呢 就能够将纽西兰接纳这个难民的人数 从原本的750人增加到1500人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这一次呢 这个太平洋峰会呢 其中当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 在纳瑞岛上的这些难民们 到底呢 纽西兰是不是应该接纳他们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文森·比特斯 在这个接纳难民的人数方面呢 其实是跟这个总理Jacinda Erden呢 是不一样的 持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的 文森·比特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其实呢 纽西兰约新闻党并没有做出类似的承诺 并没有说我们要增加接纳难民人数 接纳一倍 这是工党 这是Jacinda Erden他们的这个意愿 那么在这方面他说呢 我们还有进一步要磋商的这个余地 而且呢 文森·比特斯他也表示说 他说在这个纽西兰有多达差不多五万人 现在是无家可归的 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状况 而不是把这些资源呢 花费在接待这些难民的身上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我们看到呢 文森·比特斯呢 over这个refugee 这方面的这个议题方面呢 是跟Jacinda Erden是有所不一样的 好 我们接着下来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Simon Bridges 国家党党魁 那么Simon Bridges呢 当然我们知道呢 发生了差不多在三个星期之前 有关呢 Simon Bridges 在今年四月到这个六月 三个月里面的一个花费的状况 具体的数字呢 应该是差不多在十一万四千元 也是呢 国会议员里面呢 不包括这个部长级的人物 国会议员里面呢 花费最高的那么一位 那么从他最初的这个花费 到后来到底是谁 泄密给这个媒体 News Hub来做出这个报导呢 这方面呢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呢 其实呢 是引起了不少的风浪 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了 国会议长 Trevor Miller 表示说 他们不会进行这方面的彻查 这是国家党 你们内部的一些事情 就由你们内部去看着办吧 那么对此呢 Simon Bridges 感到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不过呢 要找出到底是谁 将他的这个花费 花费呢 泄密给这个媒体呢 这方面呢 他还是蛮热心的 那么这一则新闻是说到了 这个League Inquiry 那么在这方面呢 那么国家党的 56位的这个国会议员 已经呢 是签署了一份文件 同意 同意什么呢 同意呢 有关的这个专员 能够对他们的这个 手机电脑 以及他们的手机呢 进行彻查 可是这个新闻里面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刚才所说的这个花费是四月到六月的花费 可是这一次测查呢 是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 唯一什么要从二月份开始呢 这是留下一个相当大的问号 好 另外我们来看看呢 在国会呢 这本座呢也是蛮热闹的 其中就包括了海关部长 海关部长呢 这个Mika Waietiri 这个名字 毛利 毛利益的 那么他是毛利选区 补选上来的那么一个 部长 他是担任这个海关部长 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职位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根据新闻的报道 他呢 在一次的这个Gizban的 那么一个跟毛利部落的一个论坛上 那么私底下呢 跟他的这个新闻秘书长啊 发生了这个意见 意见呢 发生了冲突 那么呢 本来呢 也只不过是口头上的啊 这个意见冲突 可是呢 根据媒体的报道 后来披露出来 这个海关部长呢 跟他的新闻秘书呢 有这个肢体上的这个冲突 那么肢体上的冲突呢 这个就不得了了 那么现在呢 他正在被接受调查 那么在调查的当中呢 他将会呢 暂时啊 不担任这一个海关部长的这个职位 那么当然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 副部长级的职位呢 基本上暂时呢 就是停止 停止这些职位 那么接受调查 调查的结果 什么时候出来呢 现在不知道 不过呢 基本上 我们看到他呢 虽然目前是在接受调查 不过呢 他也不出现在这个国会当中 那么最新的消息就是说 他只不过是在星期四的早上呢 仅仅是出现了国会 那么其中最主要是因为 一项呢 这个Treaty of Botany的 这个Settlement的这个Bill 这个怀当义条约的一个 其中一部分呢 跟毛利部落呢 达成协议的 那么一个法案呢 他是因此而出现在这个国会 不过呢 他拒绝回答媒体任何这方面的一些提问 那么至于这个Mekka Vaitili呢 他的调查结果出来将会是如何 我们的总理Jacinda Arden 将会如何来处理他 那么这方面呢 现在还是很大的问号 不过在他之前呢 我们也还有呢 另外一位 这个工党的 重量级的这个部长 那他就是Claire Curran 他现在是担任广播部长 在之前呢 因为不守规则 两都不守规则 并没有按照呢 这个部长所应该 为他的他们这些私人的 这些会面保持记录 而遭到了总理的 算是一种重罚吧 将他踢出这个内阁部长以外 那么这件事情呢 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一个着落 也不知道呢 接着下来呢 这个Claire Curran 他的命运将会是如何 不过呢 据说啊 他近期呢 在国会之中呢 是受到了国家党的国会议员 Melissa Lee呢 连番的这个提出的质疑 质疑什么呢 质疑这个Claire Curran呢 就是习惯性的啊 用他自己的私人的这个邮件 来处理一些国会 这个部长的一些事宜 那么这方面呢 其实严格来说呢 也是不恰当的 那么对此呢 Claire Curran呢 一直没有办法 做出一些正面的回应 那么估计呢 他在接着下来的日子呢 应该也不怎么会好过 不过根据目前所理解的 就是说Claire Curran呢 现在已经是正式的申请了 要度假 暂时休息一下 离开国会 那么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 不管他们是被暂时的接受调查停职 或者是暂时的休假 他们的这一个部长的这个薪酬 二十来万一年呢 是照领不误的 好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看 那么本周呢 星期五的时候呢 就是有那么一则新闻 爆出来了啊 这个国会里面的这些部长级的人物 他们在 今年的四月到六月的 这一个季度里面 总共是花费了纳税人多少钱呢 那么这个消息是 总共呢是150万元 部长级的人物 那么在国会里面有多少位部长级的人物呢 那么总共呢 在这里安德鲁告诉大家 28位部长 再加上呢 三位呢 叫做undersecretaries undersecretaries意思呢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 副秘书长的那么一个职务 那么总共30亿人 花费了150万元 那么 最主要 Winston Peters 我们的外交兼我们的这个副总理 Winston Peters呢 他在这方面的花费呢 是比较的高 总共呢 他花了差不多呢 15万3000元 那么当然呢 跟他的这个职务非常有关系的 那么另外呢 David Parker David Parker花费了差不多9万3000元 他是专门负责这个经济方面的事物的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位呢 就是这个副秘书长呢 他其实所负担的这些职务呢 跟Winston Peters呢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在这方面呢 他总共花了差不多9万2000元 那么最后呢 第四位是Jacinda Arden 我们的总理Jacinda Arden 他花费呢 总共差不多8万4千元 那么当然呢 我们也知道 在6月份的时候呢 Jacinda Arden呢 他就放假 生孩子去了 所以说呢 在花费方面呢 可能就稍微的比较的少 不过150万元 大家听这个数字好像很多 可是呢 如果你跟2017年 当时候以国家党为主的 这个联合政府的这个总共花费呢 同一个季度相比较起来呢 当时候花费是差不多202万元 严格来说呢 比现在的这个联合政府的这方面的花费呢 150万元呢 所以说当时候呢 2017年的时候呢 还多花了纳税人呢 差不多50万元 当然我们不能够说 花多或者花少 到底是花多比较好呢 还是花少比较好 我们还要看看呢 到底这个花费到底是值还是不值 那么这个值还是不值呢 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呢 就很难去评论了 那么要看看这些部长们 他们认为 他们花费纳税人的钱呢 到底是值还是不值呢 好 那么接着下来 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则新闻 这一则新闻呢 就是我们的交通部门 交通部门呢 就是对外宣布 在未来的三年 会为这个国家 投入169亿元 来发展那个道路基建等等 这方面的一些建设 总之跟交通方面有建设的 都会呢 就是包含在这个169亿 这个数额呢 算是相当的大 基本上呢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叫做 National Land Transport Program 这个国家陆路运输计划 或者是这个项目 专门呢 是主导呢 这169亿元呢 都是放在这个陆路交通 不是在海上交通 或者是这个航空交通 这是陆路交通方面 那么投入的钱很多 最主要呢 除了这个大城市之外呢 更主要呢 这169亿元呢 将会专注在 这个地区的这个陆路运输方面 尤其是比方讲说 陆路的这个交通 衔接港口啊 货运等等方面呢 将会投入相当的多 那么其中呢 也有相当一部分 差不多接近4亿 4亿纽元呢 会投放在这个行人道啊 自行车道等等这方面啊 算是一个比较大手笔的 那么一个投入了 未来三年逐渐的展开 好 接着下来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则新闻 这一则消息呢 在今天晚上 咱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些朋友啊 也在这个周末呢 到这个Papakura 去看看这个 First Kiwi Built Homes First啊 这个首批的 首批共有18间 那么他们是完成了 这个Kiwi Built 大家不妨 如果真的有空的话呢 估计呢 从现在开始呢 一直是为公众们开放的 不妨去看看 这个政府呢 总投入呢 差不多20亿纽元的 要推广 未来十年推广这个Kiwi Built 希望呢 有为市场呢 提供更多可负担性的房子 让首次置业人士 能够购买 那么不是随随便便 什么人都能够买的 你必须要符合 这方面的一些条件 那么在本周末呢 首度呢 跟对外 对外开放 让大家呢 能够去看一看 看看这个Kiwi Built 里面到底的空间有多大 四个卧室的 目前呢 这个售价呢 差不多是64万九千 那么三个卧室又比较便宜 两个卧室又比较便宜 我们知道呢 政府呢 对这项计划呢 非常的重视 那么在今年呢 估计呢 将会呢 先完成 一千套的 这个Kiwi Built 那么接着下来是五千套 接着下来是一万套 那么最终呢 是希望能够 让更多的 这个首次之业人士 或者是年轻的家庭 能够有住进这个 可负担性的 这个房子里面 可是问题是 现在我们按照呢 政府啊 所要建造这些 Kiwi Built 房子的这个计划的话 跟现在已经是注册 表态有兴趣 要购买Kiwi Built呢 这个两者之间呢 这个数字方面呢 相差是蛮软的啊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知道呢 注册有兴趣 要购买Kiwi Built 的人士呢 已经是达到了四万多份 四万多份 表示有兴趣了 如何来满足 那么看看政府呢 在这方面 是不是能够呢 尽量的配合 在建造的速度方面 能不能够配合的上 好 那么现在呢 让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第二环节呢 继续来跟大家来 说说纽线方面的新闻 也同时呢 把一些呢 在国际方面 比较重大的事情 跟大家在 三分天下事里面分享 我们稍后回来 三分天下事 天下事说三分 欢迎大家回来 三分天下事 继续来 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过去一个星期呢 纽线方面 发生什么 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么这一则新闻呢 是说到了 我们的地方医馆局 其实呢 这一宗新闻呢 这个其实呢 要说的话呢 这个真的是 要蛮长的时间 不过在这里告诉大家 当然我们在 国家党政府执政的时候 我们大家呢 可能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知道呢 有一个 这个支付系统 叫做NovaPay 那么当时候呢 是本来是要负责呢 全国 数以万计的老师们的 这个工资的 这个支付系统 后来呢 这个系统呢 是在2012年 推展出去的 可是呢 后来发生 很多技术上的一些问题 也导致呢 这个国家呢 必须要拿出 更多的钱 来修复这方面的一些 发生错误的地方 那么现在接着下来 这一则新闻呢 是说到了 就是说地方医管局 那么也有一套系统 同样也是在 2012年的时候呢 推出来的 这套系统呢 叫做 National Oracle Solution NOS 这套系统是专责呢 是原本在设计 这套系统的时候呢 是希望呢 能够全国20个 地方医管局啊 他们每年呢 总共花费 差不多43亿纽元 在采购方面啊 比方讲说 医疗方面的一些器材啊 或者是一些工具啊 等等啊 这方面 那么花费那么多的钱 那么全国有 20个地方医管局 这一套系统呢 是希望呢 能够结合 这些地方医管局 在选购 在采购 在支付 这些医疗器材方面 能够有一个 统一的系统啊 使到呢 地方医管局呢 各个不同的地方医管局呢 也能够通过这套系统呢 能够参考一下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地方医管局 他们在支付 这些采购方面啊 是不是呢 价格相同 或者是价格有分别啊 那么原本这个概念 是蛮好的 希望借此呢 借此呢 能够节省一些 在操作方面的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浪费啊 也能够呢 使到呢 在采购方面 在价格方面 更加的统一 可是呢 那这个计划呢 那么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 终于在2012年的时候 正式推出 正式推出之后呢 发现呢 哎呀 中间呢 也是错漏百出啊 原本呢 根据这个设计 这个计划的 这个公司呢 这个自家公司呢 就叫做 New Zealand Health Partnership 它是专门呢 设计啊 以及呢 引领这项计划的 原本根据他们的计划 是希望能录在 2016年到17年度 至少呢 在全国20个地方医管局里面呢 至少就有4个地方医管局 能够呢 先行呢 来测试这套系统 可是呢 这个日期呢 是一推再推 现在呢 到底会推到什么时候 还不知道 那么不知道怎么办呢 现在当然改朝换代了 现在已经是 以工党为首的 这个联合政府了 那么现在 这一则新闻是说到 这一项 负责这项计划的 这个公司呢 New Zealand Health Partnership 需要 纽西安的这个 卫生部门 在额外拨出 2200万元 那么大家 一听到这个2200万元 那么原来在之前呢 从2012年到2017年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国家 已经为这一套系统呢 支付9000万元了 现在这个钱还不够 还是要额外的 拨出2200万元 那么就使到呢 我们的这个卫生部长呢 David Clark呢 感到非常的困扰 非常的无奈了 那么到底是应该 还是不应该继续的 就是支持这一套系统 这项计划呢 现在呢 它也相当的头大 如果你说放弃吗 好像也蛮可惜 已经是花了9000多万元了 可是你要继续下去 继续把这个钱投入吗 那么什么时候 这一项计划 这个科技方面 能够真正的上路 真正的落实 能够好好地处理 这个全国20个地方医管局 在支付方面 在采购方面的这个系统呢 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怎么办呢 不知道 安德鲁也没有什么答案 只能够交给呢 我们的卫生部长 David Clark 由他自己来解决了 好 接着下来 另外一则新闻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汽油的价格 可能很多的朋友 近期 您为您自己的爱车 去填饱他的这个肚子的时候呢 发现呢 这个车子这个肚子是填饱了 可是呢 自己的荷包呢 却是缩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汽油的价格呢 有可能呢 会很快 达到呢 过去30年来的这个新高 为什么呢 现在呢 根据全国的这个 91级的这个汽油的价格呢 已经是来到了2块3毛2 那么奥克兰的 这些汽车使用者 他们要面对更高的油价 因为这个地区燃油税嘛 好 那么在这里也同时告诉大家 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呢 中央政府将会实施 每公升额外的3.5仙的 这个燃油税 这是来自于中央政府的 地区燃油税是来自于 奥克兰市议会的 市政府的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也表示呢 届时奥克兰的居民们呢 有可能 每公升的91级的 这一个汽油呢 要面对差不多接近 两块半 那么的一个高位 当然近期我们也了解到 国际的这个原油价格 依旧呢 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那么更重要的是 纽元呢 对美元呢 是在节节的下滑 那么根据目前 今天晚上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纽元对美元呢 基本上差不多在 0.65仙左右的 那么一个水平 这一个水平呢 基本上呢 也是过去差不多两年 来的一个比较低的 那么一个水平了 那么面对更高的油价 老百姓们的生活 是不是更加的困苦呢 我们的这些消费物价 会不会因为这个高油价 而上升呢 估计呢 也是势在必然的 那么也没办法了 不过同时呢 在这里安德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听到一些专家所说 就是说呢 如果到了两块半 美工生两块半的话呢 那么基本上呢 差不多在这个两块半里面呢 单单在税方面 各种各样的税 中央政府也好 地区燃油税也好 也就差不多占了 差不多一块钱了 所以说这方面 算是蛮重的一个负担 好 在国际方面呢 首先我们来关注呢 第一则新闻 那么当然是中国跟非洲的 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呢 那么在这个 在本周开始的星期一 我们看到呢 就是国际也挺多关注的 就是中国跟非洲之间的 这个合作方面 那么中非合作论坛呢 北京峰会呢 是结束了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是怎么说 他与南非的总统呢 拉马福萨呢 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 就表示说 通过了这个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这个行动计划 那么未来三年的八大行动 全面地加强各个领域的 这方面的这些合作 那么中国跟非洲方面的关系 非常的不错 好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看 那么中国跟美国之间呢 这个贸易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现在我们 国际方面呢 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 美国到底要不要对中国呢 2000亿美元的 这个产品呢 来征收这个关税 那么我们看到呢 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 中国的商务部就指出呢 如果美国真的是采取 这个新的关税的措施的话呢 那么中国方面呢 还是得做出呢 回应 做出反制的 因为目前呢 美国正在考虑 对额外2000亿美元的 这个中国产品 加征这个关税 中国商务部就表示说 那么中国呢 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美国呢 要跟我收税 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做出一些反弹 不过他表示说 中方是有信心 有能力 有办法来维护中国经济健康 平稳的发展 那么在这一则新闻里面呢 其实也蛮有趣的 我们看到了一方面 中国呢 美国呢 不断地向中国在这个贸易方面施压 可是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却说呢 他说呢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 十分的敬重啊 形容对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 什么叫做特别的人物呢 这方面呢 他没有给予一个 一个definition 我们就当做 他是说了算吧 好 接着下来呢 我们也关注一下在朝鲜方面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朝鲜呢 即将要举办这个建国 70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 那么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呢 其实外界呢 一直是相当关注 到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会不会啊 前往朝鲜呢 来出席这个国庆的活动的 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出来了 就是由啊 这个栗战书来代访啊 栗战书来代访 好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 就是日本了 日本呢 这一个星期呢 其实用四个字来形容 多灾多难啊 一点都不为过 那么首先呢 就是封灾啊 日本的封灾呢 增加至目前所知道的 就是11人死亡啊 有超过600多人受伤 尤其是大阪的这个关西机场呢 是被迫关闭 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呢 还不知道这个机场呢 何时会重新开启 安德鲁我所听到的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差不多要一个星期 也就估计呢 在下周啊 有可能呢 会重新呢 开启 那么当然有很多的旅客呢 也因此呢 而受到了影响 那么除了这个封灾之外呢 日本呢 也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呢 就严格来说呢 星期四的时候呢 就凌晨的时候呢 是发生了 这一个北海道 发生6.7级的地震 同样的 到这个 今天晚上这个节目播出之前呢 我们所知道 就是11人死亡 超过30人失踪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当然有接近300万户的家庭停电 所以说之前是风灾 那么现在这个是地震 可以这么说是多灾多难的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日本的这个气象丁 就发出了警告 未来的一个星期呢 要留意 可能会发生强度达到6级的 那么这些地震 可能是属于一些余震吧 那么如果有些朋友呢 准备到日本去旅游的话呢 在这方面 不是说不可以 多一点关注日本的这一个情况 好接着下来 我们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就是缅甸 那么缅甸呢 两名呢 就是路透社的记者 他是被缅甸的这一个法庭呢 判处呢 入狱7年 那么主要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两名记者 违反了缅甸的国家机密法 国家机密法 那么因此呢 联合国的人权专言呢 他就表示说非常的震惊 希望了缅甸当局呢 能够尽快的释放他们 那么欧盟的外交政策部门呢 也表示说缅甸法院的这个判决呢 是危害了新闻自由 那么缅甸的大众们的这个知情权 是应该是受到保护的 可是这两名记者呢 因为他们的报道 违反了国家机密法 而受到了这个监禁 这方面呢 是绝对不能够被接受的 好接着下来我们看看呢 当然刚才说到了美国跟这个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纠纷 其实美国呢 自从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跟其他国家呢 发生贸易纠纷呢 真的是多不胜数的 其中包括了邻国 加拿大 本来美国跟加拿大不是关系 应该挺好的吗 可是呢 一说到做生意 在商言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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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这个 最近的这个邻居 或者你把他当做兄弟吧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情面 那么美国跟加拿大是恢复了这个贸易谈判 企图呢 来收窄 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之间的分歧 那么在较早之前 美国跟墨西哥呢 其实是已经是打成了协议 有一个新的名称 叫做美墨 那么的一个贸易协议 那么后来呢 说到了加拿大 加拿大应不应该加入 那么在这方面呢 曾经听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就说 就算你加拿大不加入也无所谓 那么在这方面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那么加拿大那么重要 北美国家里面 他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成员 那他不加入的话呢 不是很可惜吗 好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来关注一下呢 就是这一个 就是发生在英国的 这个前俄罗斯的这个特工 斯科利帕 以及他的女儿 是怀疑被这个企图毒杀的这个案 这件事情呢 在今年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一直呢 在进行调查 而且呢 一直把这个矛头指向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呢 一直是否认 认为呢 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一则新闻是怎么说 英国首相特雷莎 就表示说 几乎可以肯定啊 这个是由俄罗斯政府的高层呢 来授权毒害前特工妇女的 是这么说 那么特雷莎说呢 英国的情报机关确认呢 警方在较早之前 点名公布案中的两名主要疑犯 是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的特工 他说呢 这种袭击呢 不是一般的不法行为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俄国的这个俄罗斯政府的 这个高层来批准来进行的 那么对此呢 当然在欧洲方面 我们看到在德国 在欧盟方面呢 也支持 基本上支持这个英国方面的 有关调查 不过呢 俄罗斯方面呢 他们依旧呢 是表示说他们是无辜的 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这背后呢 一定有一定的这个阴谋的存在 好 三分天下事 天下事说三分 咱们来休息 一下子 那么待会回来呢 我们来看看呢 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访问 安德鲁呢 是非常高兴的 能够邀请到 大专教育委员会的 这个负责人 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呢 他的名字叫做 陈贤明先生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访问的内容是说到了一个 一些移民 如果你要 申请这个居留权的时候呢 你在英语方面 你必须要得到一定的这个水平 那么在这方面呢 你可能交付了一些费用 这些费用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去利用呢 我们稍后回来 来看看这一段的这个访谈吧 三分天下事 天下事说三分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三分天下事 那么在本期的三分天下事呢 其中有一个环节呢 有一点特别 因为今年非常高兴的邀请到 这个大专教育委员局的这个高级顾问 来到咱们三分天下事 他的名字呢 叫做 伊安探 陈贤明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来说说呢 这个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说一些 一般移民朋友 如果你要在柳山申请 这个居留权的时候呢 你的英语 本身呢 必须要达到一定的 这方面的水平 那么今天晚上呢 首先非常欢迎 伊安来到我们的节目 Welcome 伊安 我们用中文 中文英文都没事 伊安呢 我刚才他才告诉我呢 原来你还会说日语啊 还会说韩语啊 对 好了 那么伊安 就是说在这个 我们叫做TEC Tritory Education Commission 对 其实我平时 我做新闻节目的时候呢 常常都有接触到这个TEC 大专嘛 大专教育委员局 大专教育委员局里面 它功能很多 其中我知道了 刚才跟你聊天的时候呢 你负责这一部分很重要 就是很多的朋友 来到纽西兰 来到纽西兰之后呢 那么可能身边的家人呢 先生也好 太太也好 最终呢 就是想说能够在纽西兰 得到一个居留权 对不对 在纽西兰能够长期的 比较长期的这个居留 这跟学生签证 工作签证没关系 这是对于那个 要申请做一个Residence 对 你要拿一个Residency的 那么他们应该呢 就是要在英语方面 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水平 对 那么这个大专教育委员局呢 其中呢 有一个部门呢 有一个职责呢 就是说 对于那些 有意要申请移民的 这些人士 那么他应该要支付 一个费用 那么首先要看看 他的英语呢 能不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 支付一个费用 这个费用呢 让他呢 能够呢 在纽西兰很多的这一些 符合政府规定的一些学院 对 能够学习那一些日常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英语 对不对 那么 叶呢 他的专责呢 就是怎么去支配 这一些申请人的 所递交出来的这个费用 对 今天晚上我们来稍微谈谈 让他了解一下 首先呢 这其实作为一个申请人 要在纽西兰居住 他的英语 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就是申请移民之前 您必须要给移民局 看您的英文的水平 得到雅思5.0以上 5.0或以上 对 雅思5.0或以上 如果达不到呢 如果达不到的话 您就要付出一笔钱 就能申请英文的补习 补习课程 对 那么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5.0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 我达到4.5 我打个比方4.5 或者说达到4 在收费方面 会不会有所不一样呢 对 它的手部就 假如说是5.0 4.5到5.0 您就要付出 大概 1,300左右 然后最多就 它会从 1,300到6,500 就根据你不同的 所以说你那个雅思的 如果你的水平呢 如果是越低的话 你相对要付出的就更高的 更高 最高好像是到6,000块钱 是不是 6,500左右 6,500左右 好了 那么马上呢 大家听到这里 就想就说 原来我付1,500 或者付2,000 3,000块钱 我就基本上呢 我就从原本达不到 要求的水平变成达到了 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所付出的钱呢 其实是让你去什么 去学 是不是 对 那么您的这个主要 您的工作是在哪一方面呢 我的工作方面就是 去帮这些要移民过来的 华人或者亚洲人 去找那些学校 就可以利用他们的补习钱 就可以去学英文 这一些学校呢 其实包含了 就是政府的一些大专院校 对 也包含了部分的私人的 是不是 就全部的特殊 全部的大专院校 对 你只要有这个 NCQA承认的 是不是 对 必须要有NCQA的那个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么 作为一个申请人 就是说 这一个移民的朋友来说 是由他自己去选择 还是由你们的部门 帮他安排到哪一个学校呢 没有 因为我们要 给这些移民过来的人 有自己的自由 去找自己的学校 就因为各种学校 会有各种的课文 然后他们移民过来的学生 就可以去选哪一个会比较 对他们来说 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 或者时间好 他们有不同的课文 这是移民部门的这个要求 那么最主要的 他的这个原因就是说 希望这些移民来 纽约的朋友 在生活上 在沟通方面 都能够达到一个相对的水平 对 他这个钱呢 不是让你去考大学 对不对 他不是说 让你得到一个什么样的 certificate 而是希望就是说 通过一个补习费 让你能够有那么多的 这些学校给你做选择 对 你去好好的去学一点 既然钱都交了 对不对 对 那么在这一方面 这个政策实施了很长时间吗 已经是 大概可能十多年吧 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那么一直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规定 对 那么你的工作你在帮他们 就是说分配这个资源 我们叫resources 分配这个资源的时候 你是根据什么 你是就是说 根据这个学院 到底是有多少类似 这样的学生去报读 那我分配这些钱 去这个院校还是怎么样呢 就刚才就是说 学生就可以上网去看 比如说奥克兰有几个学校 是 整个新西兰有 现在有大概有七十七十三个 provider 七十三个学校 还蛮多的 对 奥克兰之内是最多 而且奥克兰之内的移民过来的 有付出这个钱 大概是八到九千多个人 这么多人 对 就是还没利用他们的 还没用过他们的那个 不息费 他们为什么不用呢 大部分就是 他们付出来的钱的时候 就不太懂他们是付什么东西 比如说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 我付出这个钱是为了去移民 而且是觉得是移民费 就是把它归纳为移民的费用之一 对 而没有去真正的去好好去利用自己所付出的钱 所以说今天晚上呢 在这个三分天下是为什么呢 特别邀请到这个燕他呢 陈贤明先生来到这里 就告诉大家 这个钱啊 虽然对于一些移民的朋友来说 这个千多两千块钱 也不是说很多的钱 可是毕竟还是你的钱 对 你既然付出呢 就应该好好的 而且有那么多的这些大专院校 可以自己去选嘛 对不对 对 应该去学习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我们应该要跟大家去倡导这方面这个理念 对 要不然这些钱你交了之后呢 就是不是有白白浪费呢 对 就是过了五年之后 你那钱就会转回去那个移民局 然后就没了 你不用 没办法拿回来了 对 学校也收也没得收 对 学校也没得收 这个这个钱最后是到了移民局 那么移民局拿了这个钱呢 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对 是这样 那么这一些 如果是比方讲说我交的钱 比方讲说1500块钱 然后呢 我选了一所院校 然后我去报读 那么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我要读多长时间 时间 时间的话 就看您付出多少钱 然后 如果是6000 6000多块之后 左右 您就能读更多的 更长的时间 对 如果是好像说我1500块钱 我可能就读一个学期 或者两个学期 读完之后呢 我觉得我还想再念下去 对 那么我就要自己付 对 如果您已经用完了你的自己付出的钱 新西亚政府有好几个好几个 好几个 fund 或者 investment plan 我们就会给某些的那个特殊 provider 哦 就会 你可以去申请 申请 申请 community education 或者adult education 对 如果能得到他们的要求的话 您的就是能学到免费的学习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概是差不多应该是听到一个 就是首先第一点根据你自己本身的雅思的这个状况 来决定呢 就是说你需要不需要这个在申请这个居留权的时候呢 就是说额外的要拿出一笔钱去学习这个去补习英文 如果是需要的话呢 那么当然根据你的不同的雅思的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程度 来决定呢你需要付出多少 那么你真正去上学了 对 去接受补习了 然后呢 就是说当你把你的钱你所付的这个学费用光了之后呢 个别的不同的大专业院校 你还可以去申请不同的一些课程 对 而且部分的课程还是由政府来支助的 对 那真的是蛮好的 其实对很多的移民朋友来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facility 对 而且您不需要只学英文 如果您的英文已经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的话 您可以去用来做申请 学做咖啡 或者 一些技能也可以 对 或者学怎样开个生意 有好多移民过来的人就在国内或者在别的自己的国家就有自己的生意 不过来到新西兰就英文不太清楚 然后有好多health and safety的policy 就有好多legal的policy 不太清楚 你就可以去学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说说你交的钱还不一定局限 你只是学英文 对 你还可以的学习如何在纽西兰生活 甚至是经商 对于纽西兰一些呢 比比方讲说可能在税务方面的一些条款呢 或者是health and safety 你在职场上的安全啊 对 这方面呢 可以利用您所交的这个学费来增加你对纽西兰这个认识 这个非常好 这个应该是值得鼓励的鼓励的那么一个措施 不要让大家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我交的学费 我交的就不用去了 对 那你们有没有一个一个就是说 好像一个定期的一个assessment呢 就是评估这些申请者他们的学习的一个进度呢 如果是assessment或者要考验 您的那个英文的standard 各种的provider就会有自己的assessment 他们自己的assessment 自己的assessment 然后如果他们自己觉得您的英文的水平已经得到了一个一个程度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去学别的东西 对 对 大部分就会大部分的学生就我我已经跟他们聊了 他们最最喜欢的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能从自己的节目里出来认识新的朋友 对 因为您从国内过来的时候过来的话就平常就一个朋友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 那么通过这个学习也认识一些跟你而且大家的跟你的环境也是差不多 对对对对 面对的问题也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对差不多一样的年龄 这个也是一个社交的其中一部分嘛对对对对对 那么我我我我我估计呢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说好 那么我现在正在准备啊我要准备真的是要申请纽诗安的residency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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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知道Provider在哪里 就我们的网上有一个Directory 就有奥克兰 有霍林顿 基督城 还有其他的 这个网站是不是 3w.tec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然后 .govt.nz 对 OK 对 在上面你就能够找到这方面的相关的 对对 而且它有简体中文也有繁体中文 对 还有没有什么人的电话可以打来询问一下 电话就是我们的Sector Help Desk 它的电话方面就在我们的网上 有中文服务吗 中文服务有 所有的政府的中文服务都是通过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 它有一个Language Line 有一个Language Line 如果你要说普通话 因为大部分可能 而且如果我自己本人有空的话 我就能接你的电话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在这里再次告诉大家 其实今年虽然很短暂的一个访谈 可是一眼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最主要是希望大家不要浪费你手中 刚刚你已经付出去的钱 好好的去学去利用 不然的话这笔钱最终也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 好的 那么今天晚上非常高兴 谢谢 你也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好 三分天下室 天下室 是说三分 那么今天晚上到此为止 下室 那么再见 拜拜